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知名美国媒体露天看台报道 在对阵森林郎的比赛中 德拉蒙德格林和乔丹普尔在替补席发生头脚 险些发生肢体冲突 乔丹普尔是勇士队在2019届选秀大会首轮28顺位收获的新秀 今年22岁的他在登陆NBA后的三个赛季取得了喜人的进步 本赛季至今 普尔的场均出场时间较上赛季上涨了10分钟 场均得分更是从12分暴涨至18分 虽然三分球命中率较上赛季略有下滑 但普尔场均进2.6球的三分产量还是很不错的 不过 普尔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出手选择有时会不太理智 根据美媒报道 格林和普尔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就是在上一回合的进攻中 普尔没等格林落位就仓促出手三分球 没进后被对方打成转换 格林显然对于这样的出手选择早已心生不满 但是这名老将没想到的是普尔竟然会在替补习回嘴 虽然主教练科尔在赛后发布会中称出现内讽是很正常的事 两人也已经击掌和好 但是二人都没有正面回应这次冲突还是让不少球迷略有担忧 德拉蒙德格林的新指口快一直是勇士队内的定时炸弹 它和杜兰特在场上的冲突也是让勇士王朝瓦解的导火索 没有人希望这支年轻的勇士队也陷入18-19赛季尴尬的局面 根据知名记者上次的报道 克莱汤普森即将复出 勇士队如何权衡调整年轻球员和商业复出 老将之间的轮换关系将会成为一个重要看点 汤普森复出后肯定需要一段时间适应比赛 但是一位年薪将近4000万的顶薪球员是一定不会一直替补的 在普尔达的如此出色的情况下 克尔如何合理的分配时间将会是勇士今年最终成绩的十字路口 虽然本赛季至今状态火热 但是客观来讲勇士队面对的前11个对手中并没有实力非常强劲的 虽然赢下了不少英仗 但是除了战胜还未磨合成型的胡人外 勇士并没有直接战胜过西部其他的分区冠军争伯者 漫长的赛季才刚刚开始 金州勇士队的路还很长 老板拉科普在赛后采访中开心地说他 似乎看到了14到15赛季的影子 我们也一样 勇士队战胜森林狼队之后 好取六连胜 并且以十胜一负的战绩继续做完联盟第一的宝座 跟其他球队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但是勇士队能否受得住联盟第一位置呢 因为在与森林狼队的比赛当中 勇士队的防守大将格林受伤了 格林是在比赛进行到第三节的时候 在一次攻框造成杀伤时 不慎挫伤了大腿 之后格林再也没有回来了 依靠着维金斯的花灰 勇士队才能够夺取本场比赛的胜利 格林一下场 森林狼队就开启了追分模式 差点就被森林狼队逆袭了 可想而知 格林对于勇士队的重要性 格林是勇士队的防守核心 也释出库里外勇士队最老成员 他的作用力不言而喻 勇士队主教练科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 他的错伤相当严重 他不一定能够出战下场比赛 没有理由相信这是右膝盖的问题 这只是很严重的错伤 赛后他服了冰弹 将会被列入每日观察状态 很显然 格林的伤病并没有想象中的乐观 如果格林缺席了比赛 那么勇士队整体防守质量将会下降很多 而且接下来勇士队的赛程又会很艰难 对于勇士队来说 绝对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这时候少了格林 非常致命 因此 对于勇士队来说 联盟第一战绩虽然荣耀 但是并不需要纠结 在格林受伤的情况下 勇士队还是需要更好的保护自己 若是库里因为为了守护联盟第一的荣耀而受伤 那么一整个赛季都完蛋了 如果要说本赛季最让人惊喜的球队 那么勇士必然是其中之一 球队在上赛季附加赛连续不敌虎人和灰熊 最终连续两个赛季无缘季后赛 一度让球迷们感到曾经的勇士王朝就此云落 昔日的荣光一去不复返 然而本赛季在主力阵容没有过多调整 仅在选秀大会上选中新秀库名家和穆迪 在板凳席上补充了别利场 奥托 波特等角色球员 球队却打出了九胜一赴联盟最佳开局战绩 目前高居西部第一 表现让人意想不到 勇士可以打出如此出色的开局 离不开荡家球星库里的经验发挥 本赛季他至今场均得到27.6分 6.6篮板6.6助攻1.6抢断 每场还可以投进5.2集3分 进攻端表现依旧西斌 凭借着他出色的赛场表现 他甚至有望冲击个人第三座常规赛MVP奖杯 在33岁这个年纪还能保持极佳的状态 库里配得上超级巨星的名号 但要知道 如今的勇士还不是最完整体 他们的明星后卫克莱 汤普森仍咽商缺阵 等到克莱回归赛场以后 勇士的实力将在上一层楼 阵容深度和整体实力的恐怖程度 让人无法想象 据SPN明季外报道 克莱的复出时间已经确定 他将会在北京时间12月21日 主场对阵国王的比赛 亦或是使北京时间12月24日 主场对阵灰雄的比赛上迎来复出 引上缺席整整两个赛季的 勇士神射手克莱 汤普森和汤普森终于要复出了 昨天美媒指出 他有望在圣诞大战前回归 今天他也在社交平台上 穿自己身穿黑色勇士球衣的照片 并发文证实自己已经接近回归 要大家再耐心稍等一下 效力NBA十个赛季 克莱 汤普森都待在勇士 然而2019 2020赛季他先遭遇前十字任代撕裂报销 上赛季又在练习时上到阿基里斯建 也提前报销 汤普森生涯场均能交出19.5分 3.5篮板 2.3助攻 还是联盟单场三分球 命中数的保持人 在历经整整29个月的休养 昨ESPN记者沃神莫纳洛斯基 Arian Weinersky透露 汤普森最快在圣诞大战前就能回来 汤普森稍早则是在个人社区媒体上传自己身穿勇士黑金球衣的照片 并开心写下 嘿 勇士国度 那个日子快到了 只要继续对我保持耐心就好了 顺便提一下 这件黑色球衣实在太帅了 而勇士总经理Meyers Bob Myers 今在节目上则是被问到汤普森回归后会不会马上进入首发阵容 Meyers则表示 汤普森会首发还是替补这时由总教练 科尔Steve Kerr来决定 自己并不知道 但他认为汤普森应该会首发出赛 我知道这变排在首发对许多人来说非常重要 但对我们来说这真的没什么大不了 Meyers说道 只要他恢复健康 我们就能持续增加他上场的时间 这才是关键 Meyers接着说道 所以是否要首发登场 我相信汤普森自己的想法绝对是最重要的 我想他会自己做出决定 如果他想要 我们不会拒绝 毕竟我们也希望他能首发出赛 好了 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 订阅 我是侃球野 咱们下期再见